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魔的心 魔的心就是一颗贪婪不止的心 既疲惫又时刻不平衡的心 你记得你的纠结 疲惫 时刻不平衡 那颗就是魔的心 修行就是转魔成佛 佛魔不恶 魔的心就是无名烦恼 这句话很是重要 什么是魔的心 你现在贪婪不止 现在就是着魔 你现在觉得人生活着没意义 疲惫不堪 你的心就是着魔 着了这个疲惫不堪的心 你时时刻刻都不平衡 对那个人也不平衡 对这个人也不平衡 又不会转 把不平衡转成无效 人家给我压力不平衡 我觉得说因为我有能力 所以人家攻击我 毁谤我 对不对 没有痛苦的人生是不值得活下来的 没有逆境哪会放出芳香啊 所以圣人把逆境变成重要的真上眼 而愚痴的人把逆境啊 毁谤压力啊 变成自己倒下来 再念一遍 魔的心就是一个贪婪不止的心 既疲惫又时时刻刻不平衡的心 就是魔的心 修行要有耐心 所谓耐心是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必须安住在无相的平衡心灵状态当中 心一定要安住 要无相 要平衡心一定要得自在 停顿就叫无法二指 心要放轻松 要保持警洁 心千万不要被污染 我们推广政法不能只有短暂的一个月 一年两年 又不是放烟火 你这样子推广政法发生一个月两个月 那如何让众生受益呢 对不对 我都可以走到这四十年 难道你这样稍微牺牲一下 不行吗